越胆小的狗越需要压力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 来告诉你们为什么 像这种胆子小的狗 不是说要用压力的训练 让它变得胆子大 而是要让它学会了解压力 学会转化压力 你像这种狗胆子是非常小的 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 你稍微碰它一下 它就觉得要它走不动 动不动就 这也不行 一片叶子落下来 或者一个行人路透 它都觉得不行不行 这个东西要死了 跟我有关系 其实就是它对压力的判断 和对压力的转化 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训练中 慢慢的做一些压力性的东西 让它去了解 让它去学习 让它去感受 通过让它懂得了 怎么去转换压力 怎么去理解压力以后 它才会慢慢的知道 这些事没事 比如说你看我拍个八掌 跟它没关系 我就是拍个八掌而已 包括我这么去拍拍它 都是没事的 没必要释放这么多的安静讯号 就是对压力的理解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反而越是这种 你更多的要去利用 各式各样的压力 让它去理解 不然的话 它很容易就腿天掉了 所以我说的压力两回事 大家不要理解 才说它胆子小 它比如说害怕车 就硬拉到那里 来来来别怕别怕 别怕就是那种 鼓着去处理 那不是那个样子 是合理的去应用压力 让它学习理解 广化 这才是关键